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引用《余光中》的《握》 它有一首詩叫《握》 但是它那首詩是描寫情感上的 那我這幅畫講的是一個淒涼的結局 我畫的 大家看到這個棋盤就大概知道 其實這棋盤是已經有輸贏的 那就知道這當下是什麼時候了 楚河漢界 那楚河漢界當時的誰字文在江邊 就馬上知道是誰了 項羽 因為中國歷史當中稱王的都是土匪 都是大出來天下的 都是土匪 只有一個項羽是貴族出身 所以他最後也是被自己的思維 貴族的思維害死在江邊 因為他本來就是贏的嘛 後來一轉身劉邦又攻回來嘛 這是土匪的做法 他是不講道義的 他戰爭 他就是他想到這一招可以 他再攻回來 所以他會自紋在江邊 這是我畫他的原因 當然他最後他的兩樣 他最放不下的兩樣 就是一個他的魚姬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寶馬 後來他把寶馬送過江了 然後他自紋在江邊 當然他的神道罪 最後一刻就已經不再求什麼了 就已經沒有停在那裡了 這是他我想表現的一種 最後的力量 心靈上的力量 他可能也想到他的後代 或者一些新的窗口 一些空間我製造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 對 我就想要問後面這兩個 表示的是什麼意思 這是 因為為什麼會花一個現代的 對 我就是把後代延伸到後代 所以我把它拉 我的畫有這個特質 就是我會去創造一個空間 屬於你想像的 或者是他期待的 或者是一些你想像不到的 因為我們人在臨死的時候 也許是想到什麼 那可能他是後代 他這個是時空下 是另外一個時空 那可能這裡都是 這是我做出來的空間 我想表達的 他不是只有他在當下嗎 當下之外他能想到的是什麼 大概就這些 那這些是代表什麼意思 他已經在絕望路了嘛 他已經在那個 末路了 他已經戰敗了嘛 他握 我這一幅畫叫握 握著劍 握 他已經要自文了嘛 我再打算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去嗎 感谢观看